为进一步增进学生英文能力 大理区立新国中结合行政院教育部及侨委会 连续四年举办了海外华一青年服务营 今年共有八位海外青年用两周时间 教导临近的五十位国中小学生英文 课程规划有结合英语实地教学的校园合体彩绘等等 上课这段期间是全英文对话 希望为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及国际观打好基础 青年朋友轮流上台 秀出准备已久的才艺炒热现场气氛 他们是来自美国加拿大以及澳洲的华裔青年 这一次来到台湾担任服务营志工 准备让学生轻松学英文 那我们今年来了八位华裔志工 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澳洲 我们今年特别的课程是 我们学校有很多很漂亮的建制 尤其有非常舒适的图书室 所以我们会让学生在图书室 以及走读力兴国中 主持夏天年还有其他的演艺活动 像接着这个活动 让学生们 节统们提升英文的讲话 对谈 非常好 学校表示鼓励多元英语教学 今年第四年申请华裔青年到校担任英语志工 这一次共有八名志工前来 在两个星期课程中 加强学生英语的听说读写能力 也有结合英语实地教学的校园合体彩绘等等 有学生之前参加英语营 英语能力增进不少 今年特别带着妹妹一起报名 因为这个活动蛮有意义啊 很好玩 然后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 跟Semi一起来的 嗯 你会不会很期待这几周学到什么吗 会啊 要什么学到什么 呃呃 很多英文单词 我来到这个地方之后 这个鼓励然后训练了一个礼拜之后 一个礼拜的教学体验 然后呢 我们现在准备要 要真正来教这些小朋友们 真正道地的英文 台外怀疑青年具有和台湾学生 不同的生活背景和经验 学校希望透过志工和学生直接互动 不断拓展学生国际视野 也让志工深入认识台湾文化 相信学生和志工都能留下美好回忆 记者赖秋风台中采访报道